主席大家好 我想民進黨願意在這個會期來推動轉型正義 對很多民間關注人權關心轉型正義 已經很長久的朋友來講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期待的一個時間 但是現在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的現在這個版本 他的框架 他希望推的是框架立法 但是框架不夠大 才會發生剛剛大家說有在提的 你很多遺漏的部分 那如果他不是框架立法 而是希望是針對威權時期 或是獨裁時期的轉型正義 針對這個時期 人民被壓迫的這個轉型正義的話 我想名字就不能這樣取了 我們直接簡單講 這個名字這個法做完以後 就會讓人民以為 台灣的轉型正義已經做完了 我想 包括現在的政府 馬英九政府 陳水扁政府 李登輝政府 沒有人敢說原住民族的事情不重要 可是實際的狀況 就是變成不重要 實際的狀況 當我昨天有舉 在質詢林權院長的時候 我有舉這個ICTJ 國際轉型正義中心的研究跟關注 它包括原住民族的 它也包括威權時期 人權受侵害的 這兩個 我相信現在政府也不敢說哪一個比較重要 哪一個比較不重要 但是實際上現在新政府上台以後 這兩個部分的轉型正義 我們就可以看到威權時期的這個部分已經開了多少是公聽會了 原住民族的部分呢 我們再來講威權時期的部分 我們當然很欣然看到 包括不當黨產的部分 包括現在已經這個 建在懸上的這個促轉條例的部分 我覺得有這些進度不是什麼壞事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要讓人家知道 原住民族的 也很重要的話 進度在哪裡 昨天林全院長回答我說 我問他說 可不可以在8月1號的時候 你就同時推出跟原住民族 有關的轉型正義的改革方案 你進度要出來 結果林全院長的回答是說 要等到8月1號委員會設立了以後 再依照委員會的這個調查跟未來的規劃 我覺得很奇怪 那威權時期的怎麼不用等 我們現在這個促轉條例 威權時期的 也有說要設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啊 為什麼不是等這個委員會設完了 然後再來規劃 再來怎麼樣 跟原住民族一樣慢就好啦 為什麼今天我們這個時間 原住民族你就又說要等到這個委員會設立 國民黨侵占國產日產的這個事情 從2002年那個時候開始調查 開始公佈 只要公佈可以去透過訴訟 透過任何的方式進行 政府從來就沒有不做 政府那個時候政府可以做就馬上做 原住民族的這個傳統領域被侵占的這一些 清澈清到今年的一月出來的那個 都還只是個研究報告 沒有任何嚴謹的這個法律效力 然後我們說那進度在哪裡 我相信所有的政權都會講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很重要 沒有人敢說不重要 實際做出來的結果就是變成這樣 所以我要提的是啊 時代力量這邊我們有提兩套法 第一個是框架 我今天講的這個絕對是程序的部分 我絕對不再講內容 就是我希望招委可以確定 我們今天是要講框架的話 框架立法的話 時代力量有一套非常完整 沒有切割任何一個族群 完整的關於面對台灣這個歷史轉型正義的這個框架立法 如果招委你今天要針對的是威權時期轉型正義的這個進行的話 時代力量這邊現在也有一套真相與和解的這個條例 他也針對轉型正義世界上公認的是一個四個這一個過程 真相調查 究責 賠償 名譽回覆 權力回覆 以及除夠 清清楚楚的 我希望招委可以確定我們今天到底是在做什麼 然後也希望招委跟其他執政黨的頭僚講清楚 轉型正義 從頭到尾民進黨到現在都不敢說原住民族的不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緊接著8月1號 這個蔡總統就要道歉了 他會不會成為史上最廉價的道歉 我們要看李總統 陳水扁總統 馬英九總統 針對威權時期 針對2228 每一次都道歉 都還是被民間批評喔 即便都已經搭配了很多關於228跟這個白色恐怖時期的相關的這個條例賠償等等 這樣的道歉 我們都還是不滿意 結果原住民族在8月1號 那一次的蔡英文總統的道歉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跟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相關的這個改革進度時間表出來 那這會是史上最廉價的一次道歉 要拜託趙偉一定要告訴執政黨的同僚 好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絕對不能被邊緣化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張立善委員 感谢观看